永辉卖身名创优品 大润发也要一主啦 老牌商超到底怎么了 10月17号大润发母公司高新零售 在停牌半个月之后宣布 已经收到了潜在邀约人 关于收购公司全部股份的意想函 市场就有传言说 高领资本润态集团和KKR集团 有可能会接盘 其中高领资本出手的可能性是最高的 阿里巴巴也参与其中讨论了 这一主的传闻进一步加剧了 大润发最早是1996年 由黄明端和银眼梁 称了于中国台湾属于润态集团 并在1997年进军中国大陆 开出了第一家完全由中国人 自行设计规划营运管理的 大型现代化超市 作为国内宗超中的神异般的存在 大润发此前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 开设有数百家大型超市 市场份额连续多年 保持国内零售行业第一名 19年不关一家店 可以说在商超领域当中的 没有任何对手能够打败它 然而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 和消费者购物习惯的改变 大润发也逐渐失去了优势 当阿里巴巴收购大润发的时候 大润发创始人黄明端离职的时候感叹 战胜了所有的对手 却输给了时代 2017年阿里巴巴宣布 投入约224亿港币 直接和间接持有高新零售36.16%的股份 成为他们的第二大股东 2020年阿里巴巴再一次增资 持有高新零售的股份比例高达了72% 并逐渐成为了其控股股东 目前来看阿里巴巴集团及其关联方 合计持有高新零售的股份比例超过了78% 虽然阿里巴巴为高新零售带来了新零售的转型升级 和线上业务的拓展 但是这些年看来受到市场环境 竞争态势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高新零售的营收和利润表现不佳 2024年财年高新零售实现营收725.67亿元 同比减少了13.3% 亏损的金额达到了16.68亿元 同比下降了1572.48% 这是高新零售自2011年上市以来最大规模的亏损 主要是受到负现金流门店和关闭门店 及拟关闭门店的使用权资产 及其固定资产减值商誉减值等因素的影响 这些年高新零售也在尝试通过各种方法去扭转颓势提升业绩 比如说2020年高新零售推出了小润发 这个新零售社区型的深鲜超市 主要就是满足消费者对于生鲜商品的高品质便捷性的需求 同时拓展大润发的线上线下融合业务 2020年7月份首家小润发在江苏南通开业了 截至到2022年3月底小润发拓展到103家门店 但之后小润发开始收缩了 截至到2023年3月底小润发变成了84家 目前关于小润发的最新发展动态也是比较少的 小润发官方公众号最后一条推文是2023年6月份的618相关的内容 2024年财年年报当中也没有看到关于小润发的表述 此前有分析就指出说小润发的运营成本高 商品的价格高 在社区生活圈当中是缺乏竞争力的 另外高新零售还推出了一种新的业台 M会员店 它采用的是会员制模式 提供精选商品和优质服务 来吸引高端消费者 2023年4月份首家M会员商店落地在江苏扬州 截至到2024年3月底 高新零售总共有三家M会员店 据了解M会员店将于今年年底前 在长三角地区开出7家 加大新电型的布局 伴随着传统大卖场电型的收缩 2024财年 大润发关闭了20家 新开6家 导致大润发的数量净减少了14家 截至到2024年3月底 高新零售在全国范围内总共开设了507家门店 除了电型的拓展之外 大润发也在尝试改变产品的结构 包括提升自由品牌的产品占比 加大低价差异化产品的供应等等 10月15号 高新零售发布的截至今年9月30号之前 6个月的业绩预报显示 其净利润约是1.5亿元至2亿元 同比纽亏 高新零售在公告中表示 业绩改善还是得于同店来客数的企稳 同店销售额实现了正增长 以及降本增效的快速推进 尽管说高新零售经营有所好转 但是大润发当前的股价 相较于高峰时期的12港元每股 还是下跌了超过80% 市值也缩水了八成 所以大润发未来一主的传闻 还在不断的加剧当中 而大润发所面临的困局 也是当前大型商超行业 普遍面临的困境 不管是租金成本 人工成本 还是说原材料运输等等 都在不断的上涨 另一边电商渠道 一而再再而三的冲击 如何打造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而不是依靠往日的这种物美价廉 是这些传统商超们 当前最难的一道课题 总而言之呢 生意不好做 不是借口 同样也是超市 山姆啊 开市课等等 却能如此火爆 那为什么大润发 却深陷亏损的泥潭呢 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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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